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老师 这些人为什么都慌慌张张的 这不是老刘吗 快跑吧 不然就没命了 怎么了 前面路上出了三个祸害 有南山猛虎 长桥杜龙 还有城脉的薛恶霸 哥哥要人命了 我的妈呀 公子还是找别人去吧 你回来 有那么可怕吗 路见不平一圣猴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创幼州 还真不小啊 谁怕谁啊 我打 我打 以后不许再伤人了 你听到了没有 走哪条路呢 反正都能到 走左边吧 快点过来吧 看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来吧 快点过来吧 快点过来 来 还没动手就下成这样 真没劲 找不到 不可以为人吗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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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上街街怎么走啊 快跑 快跑 请问 上街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挡我的道 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薛恶霸 好啊 原来你就是薛恶霸 看招 听人一声 天哪 你们先 摇 들了 原来你们是装神弄鬼 吓唬人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了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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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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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去了三害 使地方人民能安心生活 别人看到也能效果 我们大家都应该多做善事 给社会做学习榜样 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引领大众人人都能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行好事 这样就会国泰民安天下和顺 公子 您可要保重身体 上次您就是因为太刻苦 导致生病而没能参加考试的 多谢大哥 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考取功名 报效国家吗 我连考五次都没能考中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考中 张婶 你知道吗 隔壁王武家媳妇前两年上吊了 回事 快说说 他老公出门三年多了 半个钱也没给家里寄来 而且还连个刺都没有 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还是里有小的了 弄得他老子老娘 常在逼着媳妇改架 改架 是啊 这不想不开他就唱掉了 死了 没有多亏发现的草 阿姨托福 哎呀 活是活了 可他公婆还是逼他改架 你说这话再说呢 人更有力 公婆 借问大哥 这隔壁是何人在哭 是王家媳妇 听说他公婆正逼他改架呢 太可怜了 你找谁呀 这是王武家吗 有包裹 儿在外很好 先寄回银两孝亲二老 媳妇是否孝顺过些时日 而便回家 谢天谢地 总算有消息了 不对呀 这不是咱儿子的笔迹 你一定是儿子太忙了 请人代谢的 也是 这信是假的 可银子是真的呀 是啊 那咱别逼媳妇改架了吧 公子啊 再过一个月就要会考了 您怎么样走呢 不瞒大哥 我的盘缠又完了 只好等下次再考了 多谢大哥照顾 改日再见 告辞公子慢走啊 恭喜公子高度榜首啊 同喜同喜啊 书生得知隔壁人家的遭遇 便把自己赶考的盘缠拿出来 假借妇人丈夫的身份帮助她 使得一场风波平息 同时也救了那妇人一命 书生做好事不留名 不图利 只是一念助人 不惜牺牲科考的机会 此种善行实为因德之善 而既因德之人 也是厚福无穷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